这张考卷达得不错 赛场上的那张考卷 它达的也是相当的完美 福建近江的祖昌体育馆 迎来本赛季最大盘外援 麦迪身批青岛队9号球衣登场了 这块场地见证了 他在钟之兰的第一次抢断 第一次助攻以及第一次得分 当这季后仰跳投空心入筐时 球迷们的胃口被吊得更大了 这种强度的对抗 麦迪应付起来得心用手 首阶出掌十分钟 他得到五分五次助攻 带领青岛队紧要比分 但这位前美之兰两届得分王 依旧没能改掉散办的毛病 被福建队瞧准了连打反击 其实这不单单是麦迪 整个青岛队的防守 在第二节都变得有些慌乱 单单是一个外援盖恩斯 就已经搅在青岛禁区里面 临出险情 三五个回合下来 福建队建立了两位数的优势 紧要关头 麦迪站了出来连续得分 而且还兴致勃勃地 秀一把回报球迷 半场结束 福建队依旧领先16分 第三节一上来 又是麦迪为青岛队打破得分荒 而这仅仅是超人归来的前奏 篮下对抗 麦迪的身板并不吃亏 这也让他更加放心 大胆地尽兴趣发挥 外线远投 得分王似乎又找到了 当年35秒13分的轴感 三分球连续命中 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见到麦迪 这样的怒吼和咆哮 他全场砍下34分 九四处攻八个篮盘 并在第四节后半段率队反超 可惜对方外援盖恩斯 命中压哨远投 这样青岛队遗憾地三分落败